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到是昨天振奋人心的香港基本法23条正式通过了三读 当然全球我看到以英国为首美国为首的就联合其他国家来和地区来对23条进行抨击 于是乎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发布的新闻稿表示严厉的谴责 称这是香港最黑暗的一天 新闻稿还指出说港府花不到两周时间就完成了三读 国际社会都是难以置信的 23条立法再一次向世人昭示了极权本质 以其所谓一国两制等政治承诺完全不可信赖 民进党会继续和勇敢的港人站在一起支持香港 拒绝北京包装在九二共识和和平统一话术后的并吞图谋 以实力维护台湾安全和台海和平现状 台湾包括西方都抹黑23条立法仓促 我告诉大家 李交叉李特首立刻出来驳斥了 他说美国国会曾经只用了两天就通过了爱国者法案 香港等了多久 等了26年 但当时众议院一天通过了法例 参议院也是用一天就通过了 尤其是在911事件发生之后 美国政府也是在21天之后就立即提交交草案 来维护国家的安全 我想请谦歌帮我们解读一下 因为您现在是在岛内 以您长期的观察 从上次的台湾选举打的抗中保台牌 到这一次好像不是那么有用了 但是香港23条立法这个事情 好像岛内又想要操作一波了 我们如何去观察和理解 我觉得民进党当局如果要炒作这一波 在台湾炒不起来 效果不会大 因为他很容易反驳 也很容易反习 民进党在他这八年以来 他签订了跟安全法相关的 例如说反渗透法等等的相关的 那不知道有多少 那对于通讯啊 对于这个台湾的安全啊 或是对于大陆之间的跟台湾的关系啊 那民进党当局他的法律设置 那简直是太多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例如说向心夫妇 这是很有名的 向心他是一位大陆人 他们到台湾来做生意 然后就莫须有的就被扣了 就被以安全的理由就被拘禁了 那后来已经很明确的证明 这是美国澳大利亚政府 还有澳大利亚的情报单位 跟他们的电视台联合演了一场闹剧 大家都知道就是王立强案嘛 这是一场闹剧 在当时大家都知道这是 所有的情报人员都站出来说 这是一场闹剧 因为他是不可能是有情报员是这样 可是你看 最后证明这是一场闹剧 而且也是一场美国CIA 跟这个澳大利亚的情报单位 跟电视台合谋的演的一场闹剧 可是民进党当局就借由这个理由 把这个王立强在台湾就扣押 扣了多少年 扣了四年了 不给人家回去 那这个冤狱怎么算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 民进党当局是完全没有资格 没有理由 对于这个香港二三条 指指点点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英国跟美国更没有理由 你像英国跟美国 现在是不是都用安全的理由 说影响到国家安全 对华为这个限制 那个限制 没错 那你想对于美国来说 对英国来讲 他们的安全法 相关的这个法律 多得不得了啊 这两个国家真是到处都是啊 其实欧洲的国家 哪一个国家没有一堆跟安全有关的法律 跟规章都多到不行 当时这个二三条 本来就应该要立法 也就是说当时 回归的时候啊 1997回归的时候 当时在立香港基本法的时候 这条法的内容本来就应该要立了 可是由于英国他们跟美国 所灿动的香港人那时候 所能够影响的各界 他们就阻止 所以使香港当时的特首 李建华吧好像是 董建华 董建华 他就没有办法推 那这个一被阻止 其实当时香港跟美国政府 他们就借由香港人 他们在 因为他们长期殖民香港 所以他们就借由他们所能够影响的香港人 他们就反对 把这个法立下来 而当时这个基本法就已经定了 所以英国根本没有资格说三道四 因为当初定了基本法 像二三条的时候 就已经提到了 这个当然是一个国家的事情 一国两制 但是不能摆脱一国 那国家安全是一国的层次 不是两制的层次 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 就像教育一样 教育是国家的层次 不是地方政府的层次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我们英国也知道 你没有理由阻止 也没有理由反对 所以就通过了 那么香港基本法 但是英国跟美国 就借由他们在香港 所能够产生的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然后就煽动 骚动香港的居民 市民反对 所以当时董建华 迫于政治局势的压力 他没有办法 这个把二三条法的基本法 把它立法 这个是当时的遗憾 那这个遗憾拖了26年 现在总算立法了 香港从此以后 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 不会再是全世界的情报中心 也不会再是全世界的谣言制造中心 香港的金融 也不会再是全世界的炒手 可以在这个地方 上下辅作非为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 这个对于香港的安全 稳定跟繁荣 有绝对的帮助 没错 不仅是欧美 是西方媒体 或者西方国家政府 包括台湾当局 越反对 反而大家会觉得说 你看你反对的越厉害 证明我们做的是对的 希望香港能够 由致转新 然后重回金融中心 很顶端的位置 当然千哥我想持续的 上面我再补一句话 您有没有想过 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 为什么就突然间发生 这个亚洲金融风暴 而且为什么当时的 金融风暴到98年的时候 烧到香港 要把香港的金融体系把它摧毁 其实都跟没有基本法 没有这个二三条基本法有关 就是二三条没有立法 所以这一些国际的 这些英国美国等这些政府 他们可以联合索罗斯等 这些国际的放空的炒手 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大作文章 因为他们利用 在当时亚洲的经济发展很热 然后再利用在当时香港的居民 的忐忑不安的这种恐惧的气氛 然后他们就可以去炒作 如果不是中国大陆的政府出手 用它很有限的外汇存抵 去协助香港 香港事实上是 避不开 这个当时的金融风暴 所以香港能够从金融风暴中 脱身而出 其实是跟中国大陆的协助 整个大力的援助是有关系 但是现在有基本法的保障 这些国际的放空的炒手 跟外国政府 他们就没有办法在上下其手了 他反而对于香港的金融稳定 是更有帮助 因为可以透过国家安全的理由 把这些人趁早就抓起来 可以把这些特务 也就是英国跟美国 大量派注在香港的特务 那么可以抓起来 你看伯恩斯 这次到香港去的时候 其实我相信 他也可能很快的就发现 他要在这个地方搞乱 要再搞一个雨伞运动 可能他都没有这个空间了 因为他的这些敌后的 不是敌后 他的这些潜伏在香港的特务 被抓的可能性是很高 所以你看美国跟英国 为什么会气急败坏 那最主要的就是 他们的特务没有办法 在香港再横行 因为随时都有可能被逮捕 这是好事情 而且以后谣言也不能够再从香港制造了 你看这次路特社报导的特朗普 指示指挥他的CIA 对于中国大陆政府 包括领导人 还有包括相关的这些人 他的家属炮制的那些谣言 其实就是从香港出发的 没错 但是香港确实当时回归之后 那一场金融风暴 真的是内地拿钱去 拿外汇去稳住香港 香港才能够在那次金融风暴当中 平安的度过 这一次大家不用担心 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国安法已经真真正正的下来了 能够保护香港 保护中国 平稳的这样的一个运行 但是谦歌也提到了 未来几个月的观察时间 大家也不要太忽视 很有可能还是会腥风作浪 以你想不到的方式 我们再来做观察 就抓嘛 只有抓啦 有法可依有法可拒了 破坏他们的一些间谍网 也没什么不好 是 好 天高又 想继续请教您一下 因为刚刚我们讲到是台湾民进党当局 可能想借由香港的23条继续在操作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台湾方面军事的动作 包括对于金门的 我去看了一下 在3月18号的时候 台湾陆军金门防卫指挥公告说 会在4月份的时候 在金门本岛 列宇 蒙湖雨 后雨等地 进行对海实弹射击 有人说这个射击的这个范围啊 甚至是可以把厦门都囊括在内 呃 大陆有什么样的一个做法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应对方法吗 现在大陆是海军加空军加海警联合的演讯 我们把下一张图来带给大家哦 呃 虽然说这个演讯的科目叫做海警遭遇暴力抗法 但是啊 我就想请教一下千歌却派出的是一艘056型轻型的护卫舰 11506号海警巡逻艇甚至还有歼11的重型战斗机 呃您觉得和这个训练内容是不是有一点就是太超过了呢 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完全就是在对在岛内比如说遭遇实弹射击之后 这一些海陆空该如何去应对再做一个防备呢 我个人是认为说这要把它拆成两件事来看啊 先看一下金门的这个实弹射击 我以前在救国军啊就是在东营岛服役过那时候在突击队啊 那我是在重兵器也就是炮兵啊重兵器连里面担任军官 其实我们在外岛 我们都有一段一段时间我们就会进行实弹射击 所以他这个是例行的也因为我们一方面要让这个岛上的这些官兵 他们不要松懈了这个战备防备啊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一段时间就会进行实弹射击跟演练 这个是要让这些士兵士官军官都熟悉啊 这些武器的操作跟作战的一个演练 二方面我们通常都是经过这个实弹射击的时候去观察 那么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例如说武器装备弹药人员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再修正在精进的一个地方 那第三方面我们通常在实弹射击的最后晚上 通常有时候会进行一个就是防复的射击演练 那也就是利用夜间天黑的时候 我们看打出这个一光弹来去看我们的弹头的位置 那么也就是在交叉火网中有没有一些死角 这个是行之有年的事情 所以我相信金防部 他在执行这个实弹射击演练的时候啊 也应该是行之有年的 只是因为时机的关系 因为这段时间金门的事件发生 到目前为止没有善了 就是民进党政府还没有很诚意的 妥善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双方之间还僵持在那个地方 那么有一点点恶性的螺旋的上升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 目前来说对于大陆来说 他也没有要 再把这个彼此之间军事的 这个对峙把它拉高 只是再也没有尽限制水域的存在了 因为你也看到了大陆的渔船 已经是随意的可以进入这个海域里面 来去进行他的经济捕捞的作业 中国大陆的海警船也在旁边 维持他的秩序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目前来说 台湾的海巡就相对来讲就比较节制了 没有像过去那样的执法的这种粗暴啊 这种情况就没有发生了 所以双方没有要提高军事上的对峙的情形下 那金门就在这个时候实施这个实弹演练 当然就会被大家联想到说 是不是有意的挑衅的问题 其实这个是台湾军队里面的行政部门之间 他们的一个自己的政治判断 跟他们自己的军事判断 有的时候一些军事的领导人 他们本身不见得会从政治上来考量 他们只觉得说我这个是例行的 时间到了我就应该要做演练 然后他就对外就公布了 这一公布了以后 可能有人认为说你这个实际上选的不太好嘛 但是已经公布了 他就没有办法收回来了 那有的时候会内部里面大家会有违言 会有一些意见 不过我觉得基本上来讲他的实弹射击 那么这个射击区会划定 然后他会派出他的这些军事人员 那么坐在射击区外去提醒 把所有的船只不要进入这个区域 我想台军在这个金门在这个部分里面 是没有要故意挑衅的意味 我想不需要过度的一个解读 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邱国正 就是台湾防卫部门的负责人邱国正 他在这一次金门的事件里面 有特别强调军方不介入 也就是说军方并没有介入海巡的 这个跟大陆的海警船之间的 还有就是跟大陆的这个四台办 全州的台办他们彼此之间的问题 所以军方也没有说他会对于 海巡署提供军事的保护 没有说 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它拆成两部分来看 是 那应该把它连在一起 真的是没有意思了 另外您提到了解放军的这个空军 海军跟海警的联合演练 这个部分就有针对性了 这个针对性有两个 一个是在南海 也就是说在未来在南海这个部分 解放军的战机 他本身会去维持海域空域的安全 那么提供给他们海上的船队的一个支援 那海上的船队会提供给这个海警船的一个支援 这个部分有警告美国跟菲律宾不要接入黄岩岛跟这个仁爱交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意味在里面 二方面就是规则民进党当局不要在金门马祖这个海域以及台湾的这个海域 也就是说未来 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宣布没有台海中线 那么海军也宣布没有所谓的这个十二海里的问题 所以如果大陆的渔民在休于期结束之后开始出去捕鱼 他们就可以任意的在这个台湾的附近那么进行捕捞作业 那如果台湾的海巡署的船对大陆的渔船有什么样的一个动作的话 那大陆的海警船会过来 如果台军这个时候派出海军去护卫海巡署的话 那解放军就会派出他们的军舰去护卫他们的海警船 那么甚至也会出动空中的这个战机 那这样的话两岸之间的关系就会升高 所以我想这次解放军他们的这个联合的海空警的联合演练 一方面有警告南海的相关的国家 二方面有威责民进党当局不要在这个台海之间闹事 我想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这两件事情不一顾多关联一分为二的来去看 大家现在刚刚提到了邱国正说没有要出动军方 就说军方不介入但是他也说过一句话 他说他晚上睡不着 我们就从这个睡不着来入手 请坚哥帮我们解读一下 因为最近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说突然蔡英文向台北的宪兵营开始增兵了 总兵力从原来的5600人扩边到了106000人 几乎是增加了一倍 因为他们就说宪兵营是干嘛的呢 就是在武统时保卫台北以及民进党高官 紧急转移防止被斩首的任务的 那您觉得这个消息如何去做观察呢 您说两岸既然没有要升高敌对态势的话 那台北的动作如何去做解释 我们这样看了 宪兵的功能是什么 宪兵我们叫做军中警察 所以宪兵的主要的工作之一 它是维持军队的纪律 也就是说军队在营区内的纪律 是由各级的长官来负责 但是营区外的纪律 它基本上来讲各级长官就管不到了 就由宪兵来负责 所以过去宪兵的一个主要的功能 是在城市间进行巡逻 那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军人 在营区外有一些不合军纪 不合规章的一些事情 那一般来讲 在过去军法时代的时候 因为军人犯罪不受民法的管理 只受军法的辖制 所以在过去 那么就由宪兵来去处理跟军人的纠纷 例如说不管是斗殴 或者是其他的违法的一个事件 通常警察到以后发现对方是军人 也会通知宪兵队过来去处理 这是过去 后来民进党当局把军法拿掉了 变成军人犯罪 也在民间的法庭受审判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宪兵在这方面的功能就大量的萎缩了 所以后来宪兵就大量的裁册 这是第一个部分在过去 那宪兵的第二个职责是什么呢 在蒋介石蒋经国时代的时候 宪兵是保护保卫基础设施的安全 而不是由当地的警察来保护 是由宪兵来保护 也不是由海军陆战队 那是在台湾 所以例如说像发电厂 在过去是宪兵保护 他们也都是由宪兵来去保护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首长的安全也是由宪兵来保护 宪兵以前还有一支特种部队 我们叫做夜鹰 晚上的老鹰夜鹰 这种特种部队 他是反恐做反恐用的 他的打击能力是比较强 那他主要的任务是打击恐怖主义 这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宪兵你可以看到 他并不是在战场中 跟对方的军人做冲杀的 他是比较属于内部内卫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因此当民进党当局 把宪兵扩充 而扩充了5000多人 5000多人不少啊 一个女了啊 扩充这么多 可是并不是边列在装甲兵 边列在步兵 或是在海军陆战队 却放在宪兵 这个就起人疑斗了 大家就开始在想 那你为什么在台北的辛亥营区 那么编那么多的人呢 那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那你说台北的机关的安全 也不需要宪兵啊 所以后来就有人说 那你是不是要实施 战场督战队呢 那所谓的战场独战队 那是在军阀时代啊 军阀时代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那个 当部队在前打的时候 就为了避免有人往后转 不往前冲 那因此后面就有一排 战场独战队 就你往后跑就把你打死 逼得你只能往前冲 可是那是军阀时代啊 所以当时传出说民进党当局 把宪兵扩充到一万人的时候 那就有很多老将军 他们就大为不满了 他说难道你要恢复到过去军阀时代吗 搞一个战场独战队吗 这是一种判断 另外一种判断就是说 哦 原来你民进党的当局这些官 都这么怕死啊 因为你就 如果一旦两边发生战争了以后 你怕你的这些官被人家打冷枪 所以你就要这些 驻守在台北的宪兵 然后去保护你们的安全 避免他们被打冷枪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们贪生怕死到这个程度 这也是在军方里面就传出来的 说不然的话为什么要放到台北市 哦 原来放到台北市 就是要保护你们这些民进党党官的安全 避免你们被冷枪K死 因为有很多军人 有很多怨恨你们 搞的两岸之间战争的人 当他手上有武器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他不会在哪个地方 蹦一枪给你下去 然后就要找线币来保护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哦 如果他们要撤退了 这个时候呢 他们需要宪兵来护卫他们的安全 然后他们才能够溜走 他们就会想到蒋介石在过去的时候 从大陆来到台湾的时候 最后的贴身的护卫就是这些宪兵 没错 所以这些过去的 种种国民党时代的 这些过去的经验 宪兵的功能整个又被恢复了 大家又想起过去的这个经历 所以民进党当局就被大家嘲笑 就是说不要放那些影片了 那些影片并不是憲兵真正训练的影片 因为憲兵不是那种特种部队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这个军方台湾的军人 因为台湾的憲兵跟美国的憲兵不一样 跟法国的憲兵也不一样 所以大家就在嘲笑民进党当局 贪身怕死到这个程度 还装得好像要憲兵去打仗 他说要憲兵打仗就把它编到特种部队 编到海军陆战队就好了 何必编成憲兵呢 所以看看被美国自由民主所包装的 究竟是什么样子 台海还只是兵凶战威 我告诉大家好几个地方已经打起来了 不管是大家知道的俄乌也好 乙哈也好 甚至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没有去过地狱的话 你一定要去海地看一看 那也是一个被美国民主包装的地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条新闻 但是我必须要跟谦歌好好来聊一聊 海地目前的一个局势 在今年的二月底的时候 有多个帮派武装在海地的首都太子港 大家看到没有 就途中标出来的那个地方 发动了袭击 包括烧毁了国家警察总长的住所 现在海地周 首都以及周边的地区 每天都发生抢劫 强奸屠杀的罪行 老百姓逃不出去 因为太子港的机场 已经是被黑帮控制了 只有谁才可以出去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西方国家的外交官 你才可以离开 海地的富人你也可以逃 但是一个座位的票价要1万美元以上 你这些平民怎么逃得出去 而且海地的骚乱 刚刚我讲了是从2月29号开始 到3月10号 美国都只安排了工作人员撤出海地 最后实在是舆论压力太大了 美国在20号的时候宣布说 在海地的全体美国公民 美国包机撤离 所以有人就说 加勒比海美国的这个后院的海地 终于变成了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 呃 包括有人就提到了 就是说海地长期充斥着 从国外走私的一些枪支 主要来源就是美国 尤其就是佛罗里达州 我想请教一下千哥 因为 呃 最近有在召开民主峰会 已经是第三届了 我自己去看了一下 特朗普曾经称海地是为粪坑国家 但是拜登的第一届民主峰会 就邀请了海地总理来 那您看一看 世界上 是不是还真应了那句话 离上帝太远了 离美国太近了 我们先谈一下政治制度很简单的说 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特性 那它 我们应该要尊重那一个国家 那一个民族 他们自己的特性所发展起来的政治制度 因为我们要建立政治制度的目的 所以事实上是要建立起一个权力的秩序 因为政治的核心就是权力 power 那也就是说这个权力它是具有支配力量的 那也就是环绕在这个权力中 建立起一套政治秩序 这套政治秩序如果能够建立的很稳定 它就能够保障这个经济的秩序 也比它能够保障社会的秩序 那有秩序大家就有安全 没有秩序它就没有安全 这个国家社会就会混乱 这个本来就是这个逻辑 政治学的精神也在这里 但是美国这个国家跟欧洲这些国家 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的所谓的民主制度的脆弱性 民主制度的最大的脆弱性是来自于它极无效能 它的优异性是来自于它的权力的不来自于继承 是由人民来决定 可是问题就在于它的无效能跟人民决定 而如果长期的无效能 这个国家就会混乱 这个国家就会衰败 这个国家到最后就会失序 这是过去历届的几千年来 人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就是这个现象 在古希腊也是如此 后来这个国家就被灭了 欧美的国家他们之所以会依靠民主制度 是来自于他们过去的富裕 而他们的富裕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来自于他们的工业革命之后 他们对于海外的掠夺的财富 没错 他们掠夺的巨大的财富 供应他们吃好几袋都吃不完 那也使他们的科学技术 有相当大的优异地位 可是问题是在于 他们的这套制度的无能 解决不了战争 阻止不了战争 而且还会发动战争 所以民主跟战争 说民主国家不会发动战争 这是人类间最大的谎言 再强调 日本发动战争的时候也是在日本内阁时代 也是所谓的民主 德国发动战争的时候也是在希特勒时代 也是民主 所以战争跟民主是没有关系的 那这些理论家就在炮制一个假的东西 在欺骗这个世界上的人 好 那我们看到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西方国家 他们现在还能够维持优渥的地位 是来自于他们的科学发展 可是你看当他们的科学发展 被中国追赶上的时候 他们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小 你看他们就不再讲自由贸易了 他们就讲国家安全了 但是当他们越来越小 他们内部的秩序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美国的内部秩序出现问题 例如说零元购就出现了 欧洲也开始出现了问题 那都来自于他们的政府的无效能 所以我估计长期下来 这一些国家到最后内部的政治也会失序 经济社会都会失序 这个都会发生在欧美的国家 因为会随着他的经济 自己的越来越衰败 而他如果仍然是这套民主制度的话 他们会越来越瓦解 好这是 那相对来讲你要看海地就是如此 海地本来应该要依照他们的部落形态 依照他们自己的传统的方式 来建立起一套这种部落稳定平衡的一套政治制度 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强加给他们的所谓的人民选举的这套制度的情形下 他们就一直不停的进行了派系之间的政变跟侵杂 派系之间不断的政变不断的侵杂 政局不稳定带动的就是经济的没有办法发展 经济秩序的瓦解就带动人民长期的贫穷落后 长期贫穷落后 您看到了那些犯罪行为就出现了 社会就失序了 所以毒品也好枪支也好 或者是这些走私也好 各个地方就在海地就无止境的不断的上演 联合国在过去已经派了一支维和部队 而且以中国为首 中国派了大量的人力进入海地 去想方设法维持他们的政治秩序 但是都维持不了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你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好 人民长期生活贫穷落后 医疗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教育没有办法恢复正常 人民的竞争力生产力不能够恢复 这个国家就无止境的就是经济的衰败 那么社会就混乱 政治就不断的混乱 那您想想看中国大陆跟海地没有邦交 那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大陆也尽了最大的力量 可是问题就在于他无能力去解决这个海地的问题 现在海地的整个的失序失控 我个人认为短时间也真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 刚刚千哥道出了一个真理就是 美国搞不定 中国救不了 联合国也动不了 包括耿爽我跟大家讲到的 2021年6月明明白白的告诉过海地 他说不要指望联合国的施舍了 近30年的援助证明了 只有海地那帮贪得无厌的政客得到了好处 但是海地民众是不是还相信5年一次的民主选举 能够改变他们的一个未来呢 我觉得还是打上一个大大的一个问号了 这个局势我们再做观察 当然千哥刚刚提到了 所谓把民主强加还有套在别人的身上 以国家安全去施压别国 那美国也落得一身的心 就从阿富汗的战场我们也就可以看得出来 又吵起来了 而且是大家很之前活跃在银瓶上的米利将军 现在跑去国会作证了 一个听证会的时候 他说自2001年911恐攻以来 美国对塔利班发起的阿富汗战争 是一场战略的失败 造成美军仓皇撤离阿富汗的根本原因 是美国国务院下令美方人员撤离的时间点为时已晚 其中他提到了两个分歧 第一个是说军方有建议 美国要在阿富汗保留2500名军人来进行维稳 那么以及担心就说国务院行动速度不够快 无法启动撤离计划 当时呢他这个米利有坦诚 说他说我不知道美国在阿富汗当中有多少人被遗弃 因为被遗弃人的这些数字 美国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理清过 于是乎就有两张图出现了 有人就说这个是越南 美国在越南西贡撤离的时候 仓皇流窜图片 以及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的时候 也是仓皇的飞起来 你们看到没有那些人就完完全全都掉在飞机上 我要请谦哥帮我们看看 如何从海地的危机 就是美国所谓的门罗主义 到阿富汗20年去帮别人维稳20年了 也是仓皇这样的离窜 目前为止美国的实力 或者是美国在海外的实力 我们该如何去观察 我觉得美国会入侵阿富汗是来自于他的战略上的扩张 那跟他们的政客在国会的证词讲话是不一致的 所以他们的政客说谎 我直接就说了 他们的政客都在说谎 美国当初为什么会借由911的事件进入阿富汗 那时候美国是处在全世界我们叫做一超多强的一个时代 也就是美国在当时克林顿把美国的债务解决了 在那个时候发展出互联网的时代 所以美国赚了非常非常多的钱 他赚了全世界人类的钱 美国在当时非常的富有 所以克林顿把美国的债务都解决了 然后他把一个非常富有的美国交给小布希 当时美国的富有到什么程度 美国一个国家 比中国俄罗斯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所有的国家加起来的总和都不到一个美国 我们把它称之为一超多强的时代 美国如此的富有 如此的强大 他的军队的武器装备在全世界是最先进最精良 而且都有代监的优异性 代监 他都领先一代 在那样的一个情形下 小布希他的心大了 所以他想把美国的势力介入整个地球中 他唯一美国势力一直进不去的地方 叫中亚地区 美国在欧洲有北约 美国在中东地区过去有所谓的中央公约组织 在东南亚有东南亚公约 然后在东北亚有美日韩 可是他唯独有一个力量 他进不去 那就是中亚这个地区 阿富汗就处在中亚的十字路口 最重要的一个战略地带 所以小布希就故意借由911 因为我们都知道911是盖达组织做的 不是阿富汗政府 他就藉由这个理由 去把阿富汗政府灭了 他的军事行动 确实如他们当时的军事计划 一样很顺利 一个月就打下来了 一个月 您看阿富汗的战场在过去 英国人也曾经想要占领阿富汗 我们再强调 因为他是一支匕首 他可以威胁到中国的生存 安全 他也可以威胁到俄罗斯 所以英国在过去 也曾经要把他的匕首 插进阿富汗 因为占领阿富汗 他就会对中国大陆构成很大的威胁 对中东地区 对南亚地区 南亚你看阿富汗在往南走 就是巴基斯坦印度 他就能够控制住整个南亚 他往西走就到了伊朗 他就能够控制到中东地区 他往东就到中国 往北就到俄罗斯 所以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 可是英国人去了以后 最后就一个营逃出来 打了很多年的战争 接着我们看到的就是 前苏联入侵阿富汗 打了十年的战争 最后这个前苏联灰头土脸的逃走了 所以阿富汗在过去 没有被任何一个国家 真正长期征服过 美国不信邪 美国果然在一个月内 就把阿富汗的政府推翻了 就是塔利班 接着他就要掌控控制阿富汗 他把他在美国的这些阿富汗一的人 当成傀儡 就把他们送回阿富汗 所以美国就联合北约的国家 要支配整个阿富汗 20年下来 美国也是打得灰头土脸 钱烧了2万亿美元 时间消耗了20年 也就是因为如此 使美国的军工企业 没有在进行更一代间的发展 在这20年间 中国大陆赶上来了 俄罗斯赶了一半 但是最主要是中国大陆整个赶上来了 所以美国后来发现 他的战略上的错误 因为他消失了 失去了这20年 都卷在阿富汗跟伊拉克里面 最后事实上是美国被包围了 所以我说他们的军人又在说谎 是因为美国被包围了 他们的军队可能会被吃下来 他们军队很有可能会被全军覆没 会被吃掉 那颜面上更难看 所以美国的军方 事实上是跟塔利班 他们有秘密的谈判 给他们一个时间 所以我们当时看到的是塔利班的军队 最后进入巴格达的时候 进入喀布尔的时候 他们没有进去 他们在外面停下来了 就是给你美军逃亡的时间 这个才是事实嘛 米利说点真实的话吧 你已经在国会了 不要讲一半 你应该全部都讲出来 讲一半就是不诚实 现在全推卸责任 切哥我顺着您的逻辑 他讲一半嘛 对不对 事实上他应该跟塔利班 在协调 说再给他多一点时间 就比较体面 让侨民都撤走嘛 但我相信可能是 这个塔利班他们不同意嘛 只准美军撤走嘛 是 所以说现在自己回去扯皮了 有什么用呢 你都逃走两年了 那千哥我顺着 那如果给你足够的时间 你把那个钱都运走了 是啊 那千哥我顺着您的逻辑 我往下来捋一捋啊 您刚刚讲到的 美国从当时的一钞多强 因为阿富汗战争的拖累 然后到现在被中国甚至有赶超的趋势 我们来看一看 以美军在阿富汗的弹药数 投弹量 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统计 2013年是2738枚 2014年是2365枚 2015年是947枚 一直到2019年是7423枚 可以看得出来 即便是美军创记录的2019年 他们在阿富汗的投弹量也只有7423枚 为什么三枚要跟大家说这个投弹量 因为如果放到二战之前 我告诉大家 美国的钢铁量是达到了世界总产量的63.9% 有人就说美国当时的庞大的工业能力支撑了美国的奇迹 一周就可以建造一艘卡萨布兰基的护卫航母 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美国是很牛的 但是时不同往日了 我也跟大家准备了这个1926年的家里工厂 以及到2003年的家里工厂 发现这个钢铁空厂曾经是熊霸一时的 但是包括工会的阻挠发动的罢工 现在就是锈迹斑斑了 美国老是说中国抢走了他们的制造业 但是我们从家里工厂的这个事实来看 这个完全就不是制造业回归的问题 而是美国要再工业化的问题了 问题是出是不是应该是出在美国自己的内部 包括刚刚我们的导播有给大家看了下面的这一张图 美国CSIS的智库就发布了报告说台海冲突 美军的弹药撑不过七天 如果再造的话还需要两年的时间 如何观察美国目前的工业态势 就是在阿富汗战争之后 还能维持那么多战场吗 我们这样看吧 因为有的时候把我们现在的战争跟二次大战比 有时候不见得是完全是适当的 就是说这些研究员的一个比较来讲 我们要保留一下 原因很简单 您想想看在二战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炮弹没有精准度 他是打一个面的 然后所以他的炮弹基本上来讲没有智能的 那也就是很简单制造 就是你一个膜把一个弹壳装上去 雷管插上去 然后这个炸弹量把它填上去 隐性弄好就可以制造了 所以他工厂可以啪啪啪啪啪啪一整排 现在的导弹 他是讲求精准的 也就是说我一枚导弹我就要很准的 我误差可能不能超过一米 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他本身的智能含量很高 而且他的引导 就复杂很多了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在阿富汗战场 阿富汗的塔利班是游击部队 很小股 而且都躲在你不知道的地方 所以他一枚的炸弹炸下去 可能就死了两三个人 但是也是一枚炸弹 可是在过去的二次大战的时候 是郑威军跟郑威军之间的打仗 那因此呢 他是几万人在战场中的时候 你一打下去就密密麻麻的一群人 然后打一个面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同的概念 是的 过去航母是简单的飞行 因为用滑翔翼也可以飞行 现在的航母是喷射机 它的重量很大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一个航母的建造要五年的时间 你再怎么快都没有办法 因为它的工艺技术跟制造 就是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所以我想现在跟过去真的是有很大的不同 另外您提到美国的制造业 我觉得人是这样子 当这个国家的基本的政策 他发现就是说制造业很辛苦 可是我很容易从服务业 从金融的操作 我来赚很多的钱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 那对于美国人来讲 他们很多制造业的公司 他们就离家出走了 就搬到海外去了 当他们搬到海外去的时候 国内就空了 可是国内的经济还是一样可以发达起来 为什么 因为服务业 服务业相对轻松了 所以您就会看到美国的工人 大部分人就不愿意进到工厂去了 对 那即使你今天想方设法的 要让工厂回到美国 那请问谁进去啊 您觉得现在的美国的年轻的这些高中生 他毕业以后他愿意进入工厂吗 除非你从这个加勒比地区里面 进口很多的劳工 到你们的工厂里面来工作 不然的话你会找不到人 中国大陆很早就看到这一点 所以在五年前的时候 大陆就已经下定一个决心 不管经济再怎么发展 制造业绝对不离开 也就是不松手 那也就是因为 中国大陆的经济理论里面 证明了一件事情 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本 这个本不能够因为国家富有了 然后就把本丢掉 所以你看中国大陆制造业 就越来越强大 而不会越来越衰败 就跟美国不一样 那就是因为欧美的经济理论 不能够乱学 不能够照单全收 经济理论是根据他的经济行为来的 但是当他生病的时候 那他的经济理论也就破产了 也确实是中国之前 口号中国制造2025太响亮了 确实有在这么做 结果美国就盯上了 就开始制裁打压 有按外包一系列的事情 大家就看到了延续至今 还是还是这个 但是也中国也没有停 虽然没有再喊中国制造2025了 但是还是在继续做 但刚刚千和您提到了 说现在我们把二战时候跟现在拿来比 觉得是没有可比性的 尤其是以前的弹是打一个面的 现在是精准的制导了 那我就想问一下您 我看了一下这个是美国空军 日前有宣布说他们的B52 而冲炸机呢是从关岛的安德森基地起飞了 干嘛呢就向东飞越了4000公里 对不起我我我我没听到 发射了高超音速的AGM183A 成功击中了位于马萨尔群岛的里根试验场 有人就说呢这是美国第一次在海外基地测试高射 这个空射的高超音速的武器了 但是也有讲到了美国空军说 这也是他们今年最后一次的试射了 我想请教一下千哥 因为他是第一次放在关岛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虽然说的试点呢是打到了马萨尔群岛 您如何来观察应该是瞄准中国去的吧 那美国这个高超音速老是失败 现在我们如何来观察呢 这一次我们所看到的资料好像是5马赫 好像顶多到6马赫 所以跟中国大陆比来讲 还是有一个带间的一个差异 因为中国大陆的一般的巡弋 大概是在于8马赫左右 然后到末端的时候 据说应该是超过10马赫到12马赫 所以以美国目前的这种所谓的超高因素 他跟中国大陆比的话 还是有一个带间的差异 大家都知道 可能美国还要好几年才能够赶上中国大陆 那美国也知道他目前来说的话 他烧了钱烧了很多 也就是说 如果说他没有连续三次以上试射成功的话 那这枚导弹基本上就不算 在科学上是可信赖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他们就不可能进行量产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知识 技术就储存下来 等到他们有足够的防卫预算 编下来了以后 他们可能会重新再起风 就是再把他们过去储存下来的技术 再拿来延续他后面的实验 到目前来讲的话 如果在中程导弹里面的高超因素的作战能量 美国是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比的 那因此他的这一些试射 对中国大陆都不会构成巨大的威责 关键是他这个项目 美国有很多高超因素的项目 但是最后都因为没有钱而搁置了 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没有钱还是没有技术 反正这一次试射吧 我告诉大家 美国没有说他是否成功 如果美国都没有说他是否成功了 我们就暂且 暂且看他是成功吧 随便大家怎么去想了 好最后一个话题 我想带给千哥也带给大家 我们共同的来探讨一下 今天我看了一下 美国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是正式的到乌克兰了 但是我们就想说现在俄罗斯总统普京高票当选的当下 颇有一股大家的势力都要进入乌克兰来瓜分他的一个态势了 为什么这么说 不仅美国来了 五国联军也来了 这个是美俄罗斯的杜马议员说 法国德国捷克波兰保加利亚的军队 分别是向库皮昂斯克以及扎波罗热进行部署了 这个爆料是刚好吻合俄罗斯对外情报局长19号的爆料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法国正在组织一支2000人规模的队伍派往乌克兰 法国现在很担心的一点就是说这个规模其实蛮庞大的 如果被俄罗斯发现的话 会成为俄罗斯优先合法打击的目标 法国国防部立刻跑出来说没有没有我们没有派人去啊 这个简直就是俄罗斯方面的一个挑衅 包括现在我们讲到的是不是有瓜分乌克兰的态势呢 因为乌克兰现在真的是没人了 前波兰军事的首长说乌军的伤亡可能不是像 泽连斯基说是以千或万来计算的可能是以百万来计算的 而且美国媒体这个华盛顿邮报啊就走访当地的西部村庄 发现几乎没有人了 人们在街上是像狗一样被当被抓去当兵 有人说这种行为和蔓延情 这个恐慌情绪是在乌克兰的国内进行蔓延 而且现在美国参议员也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要让乌克兰降低征兵的年龄 说要更多人去到前线 来我们请千哥帮我们解读一下法国究竟有没有派兵 以及现在五国入场了是在要瓜分乌克兰 或者是是在要瓜分俄罗斯的果实了吗 原因可以这样看 第一个就是哲林斯基他们一定有掩盖战报 不让全世界知道他们的损失情况 但是我相信美国很清楚 只是美国也在掩饰他们的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损耗 因为如果让乌克兰人在海外的乌克兰人 知道他们或是在目前还在乌克兰内 尤其是乌西部分的乌克兰人 知道他们的伤亡人数有多少 我相信可能已经是几十万人是跑不掉了 那死了这么多的人的情形下的时候 他们现在已经兵力找不到人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乌克兰来讲是很不利的一个情况 第二个呢是在于哈尔科夫 普丁他这一次里面已经说到 本来特别军事行动针对的 就是以俄罗斯一为主的原来的几个共和国 包括顿内斯克的卢干斯克 还有这个顿内斯克等这一些两个共和国 还有扎波罗热赫尔松等这四个 另外克里米亚是不用说等于是五个共和国 他们认为只要恢复他们过去的边界 那么这个军事行动就算达到目的 就会停止 可是最近普丁谈到他的南方的州 被乌克兰攻击的情形下 他可能要建立一个这个安全地带 这个安全地带他谈到了就是可能 从这个长十几公里到上百万公里 那这个等于是告诉大家说 相当有可能上百公里 相当有可能他要去占领哈尔科夫了 那这个就是属于在东北的地方 甚至未来不排除要再扩张到基辅 也就是地虐伯和以东整的面区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如果普丁他上任之后 他把乌克兰的战事的界定 已经不再只是 我们刚刚讲的周边的那些地区 而是以地虐伯和以东所有的面区的话 那这个战事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想苏利文到乌克兰去 相当有可能是在跟泽勒斯基讨论 就是说对于俄国境内的攻击 因为如果乌克兰继续对俄国境内的攻击的话 那俄罗斯相当有可能会扩大这整个战争 那这个是不是美国所能够 再继续支援乌克兰去打这场战争 我觉得美国也在算他的炮弹 跟他的钱还有国会的政治因素等 另外法国的这个姿态 如果说法国他真的要联合波兰德国等 重新瓜分乌克兰的话 肢解乌克兰的话 那如果他有打到这个俄罗斯人 我觉得这三个国家受到俄罗斯的导弹攻击 可能也跑不掉了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德法波再重新要支配瓜分乌克兰的这个行为 他们应该再三的考虑 因为我们知道过去乌克兰有一大片土地 原来是属于波兰的这是事实 可是波兰有一大片土地是属于德国的 这也是事实 所以未来这三个国家就是法国德国波兰 那么会不会再重新思考边界的问题 这个我们要看历史上或是以现代的政客 他们胆子有没有大到这个程度 我目前来看的话 可能还没有办法有这么大的胆 因为这个牵涉到美国的态度 我就不知道了 我是觉得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很难去想象 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疯狂的事情和决定 谢谢月明的支持 他想请教一下谦歌 最近有媒体提出 让台20无常给乌克兰提供援助 结合最近萧美琴出访 跟台方火药招标流标的现实 该如何去解读 萧美琴出访捷克这个部分里面 我相信跟布林肯是有关系的 因为萧美琴到捷克的之前 大概在3月13日 布林肯有跟捷克的外长有谈了电话 谈了电话以后 他就要求捷克提供给台湾 给民进党当局更多的舞台 所以我相信这个可能是跟捷克 帮美国人的急先锋 马前卒是有关系的 火药的一个问题 我倒觉得台湾这方面 可能会考虑多一点 因为俄罗斯如果确定了台湾供应 乌克兰火药的话 去杀俄国人的话 俄国人对台湾的态度可能就会更加的强烈了 目前普丁已经强谈得很清楚 台湾是大陆的一个省 一个地区 如果说今天有确认民进党当局 又把台湾 帮助乌克兰去跟俄罗斯人作战的话 可能俄罗斯人就不会只是外交手段了 可能还有其他的手段会发生 所以说千哥你说我就说 现在这个局势真的不容乐观了 现在 谢谢翼龙的支持 两岸虽兵凶战危 台海环岛起伏 但事情再大 也没有千哥内人的生日大 翼龙请Summer转达千哥内人情节 虽然请姐3月21号晚上不主持 请请姐一定要开心这一天 今天是郁琴姐的生日吗 是的 HAPPY BIRTHDAY TO 琴姐 谢谢 请帮帮转达我们 对我们节目对郁琴姐的祝福 感谢感谢各位观众朋友 对郁琴的关心 感谢你们 对也要关心千哥啦 千哥嗓子这个不太舒服 好谢谢时的支持支付宝donate 三名有收到了 谢谢春的donate 谢谢我们银的支持 谢谢大家 也谢谢我们的call watch 加入了我们的粉丝后援会 谢谢书房瑜伽 也加入了我们的粉丝后援会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都能够继续的支持我们 记得大家要帮我们按赞 最感谢千哥 千哥今天辛苦了 祝秦姐生日快乐 我们下周四再见 拜拜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 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支持 感谢大家了 大家如果是在电视机前收看 以及收音机前收听的朋友的话 欢迎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YouTube平台 直接在YouTube上面搜索BNETV 就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了 大家可以从早到晚 我们都有直播节目 有新西兰本地的 有国际的 有大家想不到的 也有大家想得到的 欢迎大家都能够多多的来支持我们 三妹要先跟大家说声再见了 因为明天会使用我们的妈妈老师 和我们的张晶老师 为大家带来俊爷军机处 希望大家也去支持他们 我们就下周二三妹收亮话再见 好不好 拜拜 好我忘记说一句话了 上有余力的话 知道要干嘛 像我们的Cockwatch 以及书房瑜伽一样 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后援会 谢谢大家 来看看大家今天聊啥 今天因为倩哥听我的声音很小 所以说我说话 有时候说的会比较慢 嗯 祝秦教官生日快乐咯 嗯 巨齿沙说 很可惜这个世界规则 不能够跳过联合国 除非你比武强 武长强 嗯 小编让大家 欢迎大家加入会员哦 四川人哦 唐克 唐克不是吧 唐克应该是 长沙人叫 叫夫人叫唐克 对不对 就是叫太太也叫唐克 Joshua菜对 师娘 这句话说好师娘 刚刚是这个一龙 一龙就说的是千歌的内人 每个地方都有叫法的不同啊 嗯 岳明回应巨齿沙 他说一联合国是给武长不仙桌提供一个茶水间 你又把人家的底盘或者又把人家的折袖布给扯了 二事关武长联合国不起作用 太精辟了截图形成了一个轮回 星成了一个轮回 三月二十一号什么星座啊 双鱼座是不是 是不是双鱼座 问 是吧啊 帮我帮我查一下 我只知道我 我三月四号是双鱼座的 我不知道三月三月二十一号什么星座 是不是白羊座啊 白羊啊哦 白羊的第一天对不对 你看啊 Eugen Tang说祖母当家祖母 而内人一般不能用 内人应该是自己称自己的 比如说我是 就是就是男士称自己的太太 应该称内人对不对 因为一楼每次都这么讲 嗯 Ivan Wong说三妹对印度三哥讲超越中美笑话 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吗 嗯 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看法啊 就开心就好啊 这个印度崛起论都多久了呀 中国崩溃论都多少年了呀 包括今天美国还给还给印度站台呢 说藏南的一部分地区就是属于印度的 嗯 嗯 你说你说这个中国告诉你了 我们不需要大喇叭 哦 话筒是外交 大喇叭外交 不需要话筒是外交啊 有问题 找我们双方都好聊 不需要在国际场合打开话筒的 这个大喇叭式的这样宣扬 嗯 比如说太山太水 就是你对别人越父越母的敬称 哦学到了 嗯 巨齿沙说 巨齿沙说 巨齿沙他 他叫愿名 哎 我们的这个小编给他打一下愿名两个字 对 下次你at愿名他就看到了 他最近改了 他对 他前段时间也改了个名 这名老长 我都不叫他这个名 我都直接叫他愿名 嗯 man summer说 你去问李 李白钦 那叫李博钦 李白钦 李博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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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叫李白钦 唐克老四川人也叫媳妇 嗯 任何中法都是轻女权 叫周老师周先生才是平权 好的 收到收到你的见解了 sport bj 我一边都叫琴姐 呃 岳明说三边有一个新闻 其实要注意一下 最近媒体 常文 在担忧印印人党的纳粹话 跟印度的法西斯话 好 我先截图 你包括昨天月明你跟我讲的 那个瓜分的那个事情 我今天就 今天有有准备这个 我昨天没有注意到这条新闻 今天刚好签歌 呃 来 我就把这条新闻讲一下 李博钦 李书 对李博钦 呃 对啊 那这个是没礼貌的叫法啦 嗯 季风说 我还以为是唐代李白 不是 呃 是成都是有一个特别 呃 老的艺术家 不是特别老 特别资深的艺术家 评书的艺术家 李博钦 老师 是我们 是 就是 就是呃 就讲评书艺术的 挺搞笑的 大家有些时候去可以去看看他说评书 就以前 呃 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 就网络啊 娱乐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 大家都是去看 呃 去听李博钦讲评书 喝碗盖碗茶 磕点小瓜嘴儿 听听评书 这个日子过得很安逸 呃 郭华猪说湖南 对我记得湖南是叫唐克啊 评书太斗 没错 叫太斗我觉得是 是 是没错的 可以被称为太斗了 巴蜀文化大佬 对 这两个这两个标签给李博钦老师 我都觉得是当之无愧 三妹的吃播啥时候捡出来 哦 啊 因为我这一周不是出差吗 我就把这事给忘了 这周一不出差去了吗 去拍那个王毅外长去了 好 我争取剪 然后之后再剪一点王毅外长在后面 因为我发现我之前那个吃播拍的有点短 我准备把王毅外长那个 那个我拍了一点点的画续 我再剪进去 啊 好好好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好不好 我要回去剪我的vlog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有余力的话加入到我们的会员行列 下周二不见不散 拜拜